像这个地方,你看,45度不见了,只有90,那按右键,设定,这边剩下一个45度,按新键,45,这样就可以了,有一个45度,当然以后你要画任何的其他的角度都可以新增,那它的好处是说很快就可以让你知道说角度是多少,否则有的人可能他搞不太清楚哪一度,现在好像还有一点不太清楚, 那这里的话,第一个就是,比如说100,我们就输了100,我们用极座表100,然后再来的话,这个,这地方的话有没有,45,45度出现了有没有,按50,这样就可以了,往上50,往左50,往下50,然后这个方向有没有,你会发现135出现了有没有,按50,这样就很方便啊,完全不需要去思考,现在还要想一下,到底是几度啊, 50,225,那这地方50,一样50,不要偏有没有,出现了,50,那最后按一个C,这样就可以了,那用极座标加上设定,右键有没有,设定,这个方式应该是蛮快的,我觉得,就是说让你的这个效率会提高很多了,所以这地方的话,特别注意就是,在这个地方,极座标追踪这里, 45度,多一个45度就对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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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